大家好,我是學愛玲 歡迎收看明週時尚 其實所有的女性常常都記得要保護自己的臉 如何去做保養 買了一大堆的保養品 但是大家都知道臉皮跟頭皮其實是一張 所以其實頭皮的保養也是非常重要 尤其生活在亞熱帶地區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髮性是屬於偏乾 但是頭皮都是屬於油膩的 所以常常大家在選擇髮品的時候 就看電視廣告 哪一個藝人的頭髮是烏黑亮麗的 哪一個頭髮的廣告聞起來比較香一點 然後就選擇產品 但是這些都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其實就像選擇我們臉部的保養品一樣 要針對自己的肌膚做了檢測之後 了解它的特性 然後針對你的髮性來做一個產品的選擇 所以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頭皮護理SPA 而且它的檢測都是很重要的步驟喔 所以我們不要讓自己的頭皮變得越來越油膩 而且頭髮變得越來越乾燥 所以在這邊要有一個健康污量的秀法呢 今天就歡迎來到我們的頭皮護理SPA 那今天我們請到的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品牌的公關行銷護理 Eric Eric你好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艾琳好 是的 其實剛才我講到臉皮跟頭皮是一張 這應該是一個正確的觀念吧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在做保養的時候 應該做一個頭皮的SPA的一個全部的一個療程 那這個療程其實第一步應該就是檢測 對 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在做頭皮SPA之前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也強調是 在還沒進行頭皮檢測之前呢 我們並不了解你的頭皮狀況 你可能頭皮有時候會有傷口 或者滑椅燈的現狀 那進行頭皮SPA之前 你並不了解的時候 幫我們試辦公開 是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針對這個頭皮的檢測 是不是有一個特殊的儀器呢 有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我們有非常特殊 放大到200倍的一個儀器 來幫助你的了解你所有的頭皮的 根部的一個狀況 那這時候當中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會很清楚跟了解 目前你的髮根 或者是你頭皮整體的環境 來去幫助你的頭皮做一個SPA的效果 而外部分來講的話 選擇正確的商品 來達到你的要達到的解決效果 好 那今天我們要替我們這位的客人 稍微服務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這位孕婦 其實孕婦也可以做頭皮的SPA嗎 對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品牌最少來自於 非常棒的一個直退配方 那這個品牌創辦人呢 他來自於造型師 然後造型師部分來講 他看到好多人在洗髮的時候 整個指甲受到的一個化學傷害 所以他引用非常棒的一個純天的脂椎 所以目前他的整個 在法國擁有375公頃的一個植物王國 所以也來自於法國科學國家級的 引游機構全部都有參與 所以他的質地非常的溫和 而且效果非常好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我們幫他做一個檢測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他的頭皮的特性好嗎 我們這個生育科技部分來講的話呢 他最主要是可以幫助呢 更了解你的頭皮 然後可以放大到200倍 那其實最棒的地方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四方鏡當中來講的話 其實一般正常的漂亮的頭皮呢 最主要是他在四方鏡當中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最少要有三根的毛囊 可是你會發現說 他這個四方鏡當中來講的話 我們發現說他都是沒有 一根或者是甚至於沒有對不對 對 額外部分來講的話呢 這方面你會發現說 他的毛囊周圍呢 都會有一些角質的堆積 對 然後額外部分是 油脂呢跟老肺角質 解渴的時候呢 會成為氧化的現狀 對 而在你的毛囊周圍呢 就會產生一些阻塞 然後之後來講的話呢 保持你頭皮有落髮的現狀 是的 其實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很多人覺得說 為什麼頭髮越來越少 那當然就有很多的因素 可能就是像尤其我們在亞日在地區 大家可能忽略的就是 頭皮越油 然後呢 這個角質層堆積越厚呢 就會有落髮的問題 所以並不是遺傳性的所謂的落髮 是後天的造成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很多人洗頭髮的時候 只注重髮絲的清潔 但是忘了頭皮也是要把它洗乾淨的喔 所以你會建議我們怎麼進行這頭皮SPA呢 這頭皮SPA最棒的地方來講話呢 就是這個美容聖品啦 這美容聖品最主要是我們品商品 叫做保齡精油 保齡精油基本上它擁有非常棒的 72%的植物精油 來幫助溶解你的頭皮的所有的困擾 對 角質層的問題 那外部份來講它的味道也非常的棒 所以非常適合壓力大的人啊 或者緊張的人的部分 那請聞看 好舒緩喔 是不是在這個森林裡面 好舒緩喔 對 它裡面有非常棒的 就是絲薄啦 米碟香啦 或者是檸檬的部分來講 來幫助頭皮整個呼吸 非常地健康 它使用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簡單的部分來講 幫頭皮做一個分線的動作 然後頭皮的頭頂的時候 往上一滑 一直線 做一個分線的動作即可 然後結束的時候 我們在頭皮 在做按摩的動作 只要停留20分鐘 就可以進行洗髮的動作 透過第一步的精油 舒緩頭皮沉重感後 再使用同系列的洗髮精 達到毛孔深層的清潔 不讓造型品殘留在髮絲及頭皮上 一個禮拜使用兩次效果更佳 而至於有產後掉髮 或壓力大的掉髮問題該如何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也是帶到了就是 如果有些女性會擔心自己 譬如說產後 或者是一些驚奇的時候呢 或者是有關於相關性的壓力 等等的時候 或是有些女性不用藥物 或者是很常染髮 髮質破壞了 導致多面性的一個落髮現狀呢 就可以使用這一瓶 絲樣洗髮精 哇 它剛才講了絲樣 我裡頭就有三樣來 所以其實這真的適合很多 現在的女性可能壓力染燙很多人都有吧 生完孩子 我相信大家都有經驗大量的落髮 那我的髮量本來很多的 連我都有那種恐懼感 所以這個真的是 大家的一個必備良品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試用的這一位 他就是孕婦喔 所以剛才Eric一開始就講到 因為呢 我們的創辦人自己本身就是 大量的這所謂的植物性 都運用在我們的所有的產品當中 所以它是純天然的 好 再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步驟很重要喔 對 還有一個步驟最主要是 針對有些人才又是一些 我們講的遺傳性的落髮的問題 那當然大部分會出現男性 那有些少許的女性 會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這個我們講的安品系列的感覺 就可以幫助頭皮 是一個養毛腦的一個精華液 哇 真的耶 所以你看它整體的SPA的過程 就好比我們在照顧我們的臉皮一樣 所以你把它照顧好了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你的頭髮變得健康 然後髮量也變得蓬鬆又多了 對 那最重要 我剛才講的 我們的臉皮跟頭皮是一張 所以頭皮照顧好了 其實呢 我有看過醫學報導 你的整個臉皮也會緊緻起來 沒錯 沒錯 所以我們也更在乎 除了是我們強調臉部抗老之外呢 頭皮抗老相對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經由今天明週時尚的介紹 大家都了解頭皮養護的重要性了吧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快套櫃做頭皮檢測 了解您的頭皮狀況 選擇專屬你的洗護產品哦 歡迎收看明週時尚 今天要帶大家朝聖的美食 是享譽全球的法國百年好味 舒芙蕾法式烘帶料理 其發源地是米歇爾山 是世界各地遊客 旅遊法國必定前往朝聖的景點之一 但從今天起不用千里挑挑到法國 在台灣就能品嘗到原汁原味的 舒芙蕾法式烘帶料理 趕緊跟著艾琳一塊來品嘗吧 歡迎收看明週時尚 我是雪艾琳 我想今天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到 東區好好的吃一吃美食 那這一次呢 其實我們是聞名而來的哦 因為據說在東區開了一家 跟蛋有關料理的一家名店 而且這家店在法國 而且在另外的國家 其實他們已經有開店 而且呢 他們都已經受到全世界的人的歡迎 而且很多人常常聽到 souffle 也聽過這所謂的omelette 但是你有知道souffle omelette是什麼嗎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好好的為大家做介紹 那很榮幸今天訪問到的就是我們的店長 Win Win 你好 大家好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你們這家店的一個品牌的story Lameo Pro 普拉媽媽餐廳其實在法國 它已經有125年的歷史了 那當初的創辦人就是 安納特普拉 他跟他的先生在1888年的時候 在聖米歇爾山開辦了一個旅館 只要長途跋涉來的人呢 他都會為他準備一份煎蛋 然後來滿足他們旅者的脾胃 所以他有一點像民宿的感覺是不是 然後就是普拉媽媽就是在這個旅社裡頭 親自做這個早餐給他們吃 他因為這個煎蛋而聲明遠播 然後大家也都稱為她mel 媽媽意思就是才華揚映的女廚師 對 WOW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125年的歷史了 所以歷史非常的悠久 它發源的就是這個Saint-Michel這個地點 那很多的人到法國去旅遊的話 其實也會慕名去這個 這所謂的觀光聖地 最重要的是到了這個地方 他們也不忘一定要去普拉媽媽這邊 去品嘗這個非常美味的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 我們的Souffle法式烘蛋 不過其實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現場 整體的這個氛圍我覺得很輕鬆 但是它也有一點這所謂的度假聖地的感覺 所以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當初在打造這樣子的一個裝潢設計 是走什麼樣的風格 在法國就是這樣子嗎 它法國其實它就是以紅黑白為主 那其實它是想要營造一種 比較溫馨樸實的感覺給人家 那像我們牆面上的打蛋器 因為我們是以蛋的料理為主 所以我們也會掛上銅鍋在牆面上 我們餐廳也有放一些 就是當地聖米歇爾山那邊的照片 對 然後也有我們普拉媽媽的 女廚師的照片在我們牆面上 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你們的這個Kitchen呢 也有一點點小小的這個大的窗戶 然後可以有一點讓大家好像感覺 跟廚房沒有這個完全隔離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整體來講 可以說它是一個Cafe Style 然後讓大家來到這邊 心情就非常的有這種度假的感覺 所以大家不用到法國 其實已經可以吃到我們法國 這個所謂的觀光聖地的一個名產了 悠悠百年歷史享譽全球的餐飲品牌 因為創辦人安娜特普拉的一份大蛋餅 填飽了徒步千里 到旅館休息的遊客們脾胃 所以人們尊稱它為媽媽 她的肩蛋因而聲明遠波 成了最有名氣的舒芙蕾法式烘蛋 現在就趕緊來嚐嚐 好 那介紹完了環境 以及它的一個品牌的故事 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知道 但在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 而靈魂的角色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我們的主菜的介紹了 所以現在呢 我們先請這個Win呢 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最鼎鼎大名 而且呢 也是大家來到這邊必吃的 就是我們的舒芙蕾 然後我們的法式的Omelet 那我們要請我們的Win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好蓬鬆喔 對 對 可以跟我們講說 怎麼樣去營造出這個蓬鬆度 它是手要打嗎 對 它是用手打 如果手打的話 它要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打到蛋液非常非常的滑 非常非常的綿密之後呢 我們在先煎後烤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非常蓬鬆一樣 大家吃起來的口感是非常的綿密 先煎再烤 那所以其實今天我們選擇這個是完全屬於原味對不對 對 它是原味 所以它加了一點 我知道好像是海鹽是不是在裡頭 它本身就是只有用海鹽奶油下去做調味 那所以我們旁邊有搭配一個小燉鍋 那今天準備的是干貝奶油馬鈴薯 所以呢我們就稍微把這干貝呢 然後它的一些cream sauce呢 也放在裡頭 是這樣子吃嗎 對 一起做食用的 一口喔 哇 聞到這個香的蛋味 已經濃濃的味道已經進入我們的鼻腔當中了 好美味喔 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我覺得其實真的就像剛才Win講的 整個蛋的這個souffle 對 跟著omelette 我覺得它比omelette呢 又加了那個蓬鬆度 所以進去呢就變得很綿密很細 而且入口好像就急化的感覺 對 好 現在呢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的蛋粥 蛋粥 上手有一個算是這所謂的半生的對不對 對 然後是流蛋 但是它應該是熟的 其實在西方國家 大家並沒有把這個所謂的蛋黃煮那麼熟 你在一般的美式或歐式的餐廳吃早餐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就是化開蛋 然後讓那個蛋汁呢 直接四溢 然後讓蛋汁能夠跟所有的料能夠融合在一起 然後裡頭有什麼料啊 它這個就是蘑菇然後搭配奶油馬鈴薯 對 然後再加一顆蛋下去做蒸烤 然後讓它的蛋黃融入其中 吃起來口感是非常的濃郁的 嗯 它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很濃郁的這種蘑菇湯的感覺 對 然後那個每一顆蘑菇呢 其實我覺得都很有口感咬勁在裡頭 然後它有起司在裡頭是不是 還是Potato Potato一樣 Potato對不對 對 喔 OK 所以它的濃郁感覺完全是來自於蛋汁 對 嗯 好吃耶 我覺得這就很有飽足感了 對 對不對 因為底下有洋芋 洋芋 超好吃喔 好 再來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還有其他的喔 這個是我們的蛋堡嗎 奧米蛋堡 對 哇 真的特別 所以它完全 這個是全部蛋嗎 還是說裹著麵包 沒有它就是都是蛋 真的假的 全部是蛋 對 大家可以看到喔 它全部都是蛋喔 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一層一層的 這個 裡頭有生菜 洋蔥 然後有我們的番茄 然後有一層是cheese 是不是 對 巧克力起司 跟巴馬森起司 OK 兩種起司 對 兩種起司 然後當然是我們的hamburger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番茄醬 奧米蛋堡它比較特別的是 其他的地方都沒有 它這個是研發的新產品 對 對 好吃耶 喜歡吃漢堡的人一定會喜歡吃這一道 對 因為我覺得它有美式的漢堡的口感 但是它完全有那個蛋香在裡面 讚讚讚 其實真的很好吃 好 再來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來選擇這個好了 這個是聽說是鮭魚卷是不是 對 我們的薰鮭魚卷餅 那裡頭就是有鮭魚還加了什麼 鮭魚蛋液 然後它外皮的話它是用蕎麥粉 跟橄欖油下去攪拌 然後製作成的餅皮 這很適合女生耶 就是它不會太heavy對不對 對 好吃耶 薰鮭魚的味道好香喔 好吃 而且裡頭也是有蛋在裡頭做搭配 然後提升它的這類的口感 跟它的香度 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 營養價值完全在裡面都吃夠了 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喜歡吃蛋的話 其實這些料理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而且呢我想平常很少來吃蛋的朋友 對蛋呢其實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他們已經顛覆我們做傳統蛋料理的一些想法了 好那接下來當然除了我們桌上看的這些菜色之外呢 甜點應該在我們節目當中少不了的 所以現在我們去看看 有什麼樣特別的法式甜點 哇喔可以看到眼前呢 當然就是很特別的一些法式的點心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 我比較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水果塔嗎 它是我們這邊非常算是招牌的一個甜點 它叫做鮮果糖霜烤餅 它本身旁邊的話是蛋白霜 它的底部也是蛋白霜的部分 所以它吃起來是酥酥脆脆 然後口感入口之後有點像棉花糖的感覺 那因為蛋白霜本身比較甜 那所以它中間會搭配一些新鮮的水果去中和它的口感 所以這一道是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歡的一個甜點 就是感覺最不最惡的 對 因為其實我有發現法式的甜點師傅 他們很喜歡用蛋白 然後去打出這所謂地下的一些crust 然後它就有那種很鬆的感覺 但是有它的脆度在裡頭 對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拿它用新鮮的水果擺在上頭 我覺得它的味道最棒的是它裡頭加了百香果 對 它讓整個的味道都爆炸出來 所以其實我相信很多的女孩子是喜歡那種酸酸甜甜的口感 再來呢其實我更有興趣旁邊的泡三種不同的口味是不是 對 那有哪三種 最右邊的話這個是我們經典的香草口味 那中間的話是覆盆子 旁邊的話是比較濃郁的巧克力 那這個的話它是一口小泡芙 它跟一般的泡芙不一樣 一般的泡芙都比較大顆 那它這個就是做比較小顆 然後它是用菠蘿酥皮下去做的 所以它是把裡頭的chocolate都是用灌進去的 對 你可以看到裡頭是非常濃郁 一口這一口 這個嘴巴也蠻大的 對 好你可以看到 喔很濃郁喔 好了一口 一口我可能再沒辦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甜點呢其實泡芙它有三種不同的口味 所以依照自己個人喜歡呢 可能就是三五朋友一起相聚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點一個 然後大家一起來分享 真的很不錯 所以不只這些喔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一些甜點的選擇 所以選擇真的很多 但是不外乎就所有東西都跟蛋都會有關係 是不是 以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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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麼說 所以呢我們今天也謝謝Win來做介紹 所以呢喜歡吃蛋的朋友 或者是說 覺得蛋可以創造出這麼多料理 你不相信的話 大家都可以來這邊逛一逛 自己來嘗試一下 不同的所謂的法式蛋料 有一個ką質感 五分之 вход 超級一集 七分之間 二溫之間 We可以了解 五分之間 一口 十分之間 五分之間 一口 二口 二口 現代人可能工作繁忙 所以回到自己的居家空間裡頭 就希望能夠讓自己的生活品味加分 而且外加時尚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品牌 其實它是來自於北歐丹麥 所以它叫做Urban Danish Design 那當然這個品牌的精神story在哪裡呢 我們要特別請到他們的店長 同時也是他們的嘉佩師 也是我們的Yelin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哈囉 Yelin 你好 是的 來到這個空間其實我的心情整個都放鬆下來 但是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有介紹到它是來自於北歐的家室以及設計 所以為什麼特別強調丹麥呢 丹麥的話它們用料是屬於比較 屬於大自然的一些原木 或者是說一些大自然的設計 下去去做用料色彩的去配置 那它的主要的話 它是線條設計屬於比較簡單 那除了簡單以外 它是符合我們家裡面的一個生活的使用上面 所以它就是具有非常的功能性 而不是太過於複雜 而就是以一個家下去做延伸 像我們波康瑟的話 波在丹麥的意思的話就屬於是一個家 對 那波康瑟的話就是以家去做延伸的概念 所以波康瑟的話就是主打就是以家的概念去讓大家呈現一下的生活品質 不同於其他千篇一律的設計風格或以市場導向的批發賣場等 北歐家具品牌以家的概念為設計出發點 在每件衣品中結合了丹麥自豪的設計特質 舒適 簡約 個性與時尚感 為賓客打造獨一無二的個人品味 好設計可以讓生活美好價值更加延續 如何藉由精采的設計體現生活之美 一同透過店長 佳佩師以令的介紹好好來感受一番 哇 這個沙發好氣派喔 可不要幫我介紹一下這個是蠻具代表性的一個設計對不對 是的 沒有錯 像一般的話我們對於家具的了解就是說 我們家具是固定的 然後或者是說它沒辦法有過多的選擇性 對 那我們波康瑟的話 源自於是比較隨著家的概念去做延伸 我覺得這個比較具代表性的話 就是因為它的模塊是非常的靈活 像愛妮姐妳看一下 就是妳現在目前做的這個模塊的部分 第一個 它有一個雙泡棉的設計 它是兩層的高默度泡棉的材質 那在使用上面的話 也是比較不容易去變性 對 所以在耐用黏線來講的話 它除了具有的設計 但是耐用黏線的話 也會比一般的耐用黏線稍微還更強 對 那另外更特別的話 就是它的一個背靠的設計 但它背靠這邊的話 有一個就是可移動式的一個三角泡棉 它可以呈現的是不同的座身 所以它還可以做什麼變化 除了放在後面 好像它也可以擺在前面 對 它也是可以 甚至是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沙發可以讓妳當成一個卧榻 隨時可以變成一張床在做使用 所以其實家裡頭有訪客的話 也可以就是立刻變成一個床鋪 然後可以歡迎你的賓客來這邊打這個臥戶 對不對 是的 沒有錯 每座沙發除了使用不易變形的材質 與富有多功能可調整式背靠墊等特點外 利益貼心之處 有不同皮料 布料與顏色等選擇 讓賓客搭組出專屬個人的沙發樣貌 輕鬆掌握自我的Lifestyle 而下一套 INDIV2沙發 同樣有不同皮料 布料與顏色可選擇的特點外 根據家中空間的大小 還可以做長度的調整 就是像這一套的話 INDIV的沙發的話 它是比較著重於的功能 就是它的模塊可以無限的延伸 之前有參加過接龍的比賽 哇 對 對 所以它是一個長可以接到無限延長的 很像萬里長城那樣那麼長的沙發 所以它雖然現在看起來是小的一個規格 但是它是可以變成很大規格的 對 沒錯 也是適用於說 如果之後是大空間的話 它也是一樣是可以依照模塊 然後去做更改 變更 所以它是沙發界的變形金剛囉 對 那除了就是它的模塊可以無限延伸以外 它又有另外比較特色是它的扶手的部分 它的扶手的話 它有其他種扶手可以選擇 它有七種扶手 十一種扶手可以選擇 可以依照就是每個家裡面的風格跟設計 然後去呈現不同的感覺 據說這個頭枕好像也是有一些多功能變化的 是的 沒錯 像一般的話我們在家裡面 或是屬於想呈現的是比較慵懶 然後比較舒適的一個坐姿 那像這個頭枕的話 它是屬於是可以再附加的 等於是說你無論是多大的模塊 那你去組合而成的沙發的話 它都可以外加這一個頭枕的部分 那你單單看到這個頭枕的部分 它其實還有額外的一個功能性 它是屬於是可以做前後調整的 因為家裡面的話想每個人 譬如我今天我想呈現的是比較舒服的 比較後仰 對 後仰的 那我們是甚至是你可以往前 往前的話這屬於是比較停姿 但是還是一樣是頭頸間 是屬於比較有支撐性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這個家具 它真的是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而且真的是符合你的心情 而去做變化的一個家具設計 相信許多觀眾朋友都有著同樣的困擾 雖然擁有了精美的家具或飾品等 但卻不知該如何擺放配置 到最後難逃實之無味 氣之可惜的宿命 如何精準掌握到每一件單品的精髓 將其生命發揮到淋漓盡致 北歐家具品牌提供了加配式的服務 對於家具 飾品等挑選 擺放 配置等一門學問 藉由其加配式的專業指導和建議 為顧客量身打造完美的居家空間 設計師的話是屬於是空間的一個雕塑師 那加配師的話 就是等於是整個鋪製氛圍上面 我們的師等於是整空間的一個魔法師 那一般的話 我們都會貼建給客人的是說 如果像好了 一般在家裡面 也不知道是怎麼去呈現整個家的氛圍 那我們Bowconset的話 就是提供了一個這樣子的加配的服務 然後甚至有一個上丁的魔力 像您看到的話 就是你目前所看到的話 就是呈現一個家裡客廳的一個感覺 但您看到它整個空間上面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一個硬體裝修 全部都是用我們的一個軟件 以及顏色下去做搭配 而呈現一個完整的氛圍 像這個的話 也是我們是Bowconset所提供 比較宇宙不同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簡約的空間當中 其實呢 它運用了皮的材質 然後麻 然後再加上金屬 甚至有些立體的層次感的一些材質呢 來堆疊Mix and Match 呈現出個人獨一無二的品味 我想這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加配師它的魔法了 那所以如果您真的不曉得該怎麼搭配 然後又喜歡所有的單品的話 交給專業就可以了 但是接下來呢 當然我們的餐廳的氛圍 怎麼去營造呢 我們再來看一看 這是可以擠人座的餐座啊 像你目前看到的話 它所呈現的屬於是比較大型的一個餐座 那可以容納的話是可以做十人座 但是它其實是有機關在裡面的 對 它其實可以依照每個家裡面的空間 它可以在餐座上面是做調整的 然後操作上是非常的簡單 像一般的話 我們女生的話體型比較嬌小 那其實操作上的話也是非常的輕鬆 那甚至它有一個貼心的 一個扶把的設計 你看 真的很貼心 而且它還是皮質的喔 是的 然後直接推起來就可以了 對 直接再把它拖一盒 真的耶 這樣子你的空間又放大了很多 所以不需要說就是 很希望一個十人的餐座 然後永遠那個十人餐座 就佔了那麼大一個空間的位置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呢 在空間當中更有運用的空間 然後更多的變化了 四款可延展餐桌 相信對於喜歡在加班派對 或是親友齊聚一堂的朋友們 絕對是一大福音 解決空間的困擾外 更讓賓主盡歡 除了獨碩一致的家具單品外 家食品同樣不落俗套 充滿許多具有獨特性的擺飾 無論單獨擺放或是與其他食品搭配 輕鬆簡單 就能營造出個人專屬的風格成列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他們的店當中 以及他們的品牌 最推崇的就是有很多的單品 可以去做Mix and Match的搭配 那像這邊你看這個非常簡約的一個水晶燈 就是也不會太古典太重太華麗 但是它又加了一點這所謂的透亮 以及運用光線來呈現的時尚感 然後其實桌面上也可以擺一些單品擺飾吧 是的 沒錯 像一般的話我們在餐桌上 如果再加上一些 Accessory的一個DECO來講的話 它除了就是兼具的使用上面的功能以外 當然在整個空間呈現上面 也是屬於是更完美的呈現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桌子 也不會顯得那麼的空檔 放一些水果又有這種非常豐富 而且有豐收的感覺 當然其實單品也是他們非常強項 而且我們的加配師的職責所在 也在這裡可以提供給大家最專業的服務 所以具有哪些單品 大家可以花一點時間來逛一逛 然後如果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當然找到疑令 我們的加配師絕對會給你最專業的Service 對於如何打造品味質感生活 或是如何裝點配置家居環境而深感困擾嗎 不妨親自前來造訪一番 精湛的工藝 高品質的設計與專業的顧問 絕對成就你下一個美好生活的開始 賛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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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轮轴的运动 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感觉是不一样的 其实反正我觉得 其实表很像男人 有很多你可以找到 很帅很好看的 可是你要找到 很有内在的 是很难的 所以大家应该 假如是男生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个 自己想要拥有的表 瑞士顶型万表 共推出六款 新登场的26470系列 保留42毫米 大表径设计 独特的阳钢气息 表盘也延续了 超大型格纹装饰的 经典特色 充分展现皇家像素 离岸型万表的 不朽风格 而不同于以往的是 此次渲入式表冠 及济湿按钮 均改以黑色陶瓷制成 带来新颖的时尚风格 蓝宝石水晶 透明底盖 可清楚欣赏机芯之美 表带尾端 更加宽阔 并配置全新真实表扣 配戴上更为舒适 表面上的石标与指针 也呈现更立体流线的造型 另一支特别细襟的雪白典雅手表 采用白色陶瓷材质 打造的皇家像素概念 GMT陀飞轮44毫米万表 加上前卫的表桥设计 GMT两地时间显示 与陀飞轮装置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款也是采用白色陶瓷材质的皇家像素离岸型 Diver 42毫米潜水表 则是以优异的潜水功能吸引藏家目光 而新款千玺三文万表 首度搭配玫瑰金表壳 具备艾比独家纵型装置 及正显于表面的蓝钢金黄三文功能 及初蕾拔翠鱼身 除此之外 艾比也延续去年深受好评的女表系列 推出新款皇家像素离岸型女性钻表 来赢得女性表迷的青烂 一年两度的肖邦顶级珠宝及万表展 2014年第一场在万物蓬勃的春天 从瑞士迎接一批总价值超过21台币的顶级珠宝与万表 为丹娜电影定制的华丽钻石套链 最受名媛贵妇青睐的Classic Ladies系列钻表 都是搜集珠宝与万表迷不容错过的梦幻艺品 媒体发表会现场 特别邀请两位新生代女演员 分别演绎这次珠宝作品 阳光甜心莫允文 对于将Animal World佩戴在身上 自己仿佛化身为海底世界的美人鱼 今天我带的是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一个概念 然后它上面是个很漂亮的海马 然后它是刚刚我们还在跟那个记者朋友在讨论 下面其实是非常活动的一个线条 所以它搭配了非常多不同颜色的宝石 然后把整个海底的世界设计在这一款项链上面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上面的这个浅紫色的这个珍珠 它是非常少有的一种颜色的珍珠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好可爱 就跟海底世界一模一样 而精灵才女安慰玲 相当赞赏身上佩戴的顶级珠宝 展现出活灵活现的精致工艺 我现在身上戴的是一个项链 是叫做橡树项链 那它很特别就是看它的设计 就是它其实做的非常的续续无声 除了橡树的果实之外 还有叶片 但是最特别我觉得是那个蜘蛛王 它有一只小蜘蛛在上面 然后用了很多石鹰啊 或者是黑鑽 中鑽 黄鑽组成 然后我觉得看起来就像 你会觉得好像会有一只花蜜鼠 在上面可以跳一跳去 然后摇果实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带是 这个Imperial系列的手表 然后这个我非常喜欢是 我觉得它的年龄层 不只是像我们这种二十多岁 要卖到三十岁的青熟女 或是像我妈妈那种年纪的 都是一个很华丽 但是又有一点带着少女味的感觉 这次顶级珠宝及万表展 包含野趣生动的Animal World系列 以彩色宝石为创作的 顶级定制珠宝系列 璀璨夺目的钻石作品 也是这次珠宝万表展 不可错过的重头戏 呈现顶级珠宝 与万表作品创新多元的精致奢皇 西装 男士的战袍 总能够让男士有一股 不可言喻的魅力涌出 台湾新装品牌发表 2014春夏系列新品 由设计师严立祥 潘仪良等操刀设计 无论在面料材质 版型 甚至色系上等 展现不同以往的巧思 让男性的优雅 个性品味 体现的淋漓尽致 我想2014春夏系列呢 我们当然还是维持原有的 这所谓的经典 非常沉稳内敛的黑色 但是我们也特别加上了 和国内的新锐设计师 严立祥先生呢 所打造的雅皮度假风格 所以你会看到了很多 比较花俏的这个面料啊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这个style 颜色也是非常的多元化 那我想最主要的是 希望在家喻的这个客人呢 之外呢 也能够多一些不同的年轻 新的都会时尚风格 2014春夏以知性灰为主要色调 简约布施稳重的面料 精致细腻带有光泽感的条纹 格纹 为经典西装做低调的装饰 而为了展现春夏气息 搭配上清爽的蓝色加以点缀 让整体穿搭布施绅士 优雅风格 而因应今年吹起的混搭风潮 可见休闲感的格纹衬衫 素色底 或是细条纹衬衫混搭裂装外套 依获棉麻混纺的裂装外套才只等 在迎接炎热的夏天来临 绝对是不失礼仪的时髦选择 老品牌注入新活力的褪别魅力 无疑让出席嘉宾获得大力称赞 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一些传统老字号 也在求新求变 然后有跟上我们时代潮流的脚步 说实话他们会做出这种西装 让我蛮讶异 但我觉得其实穿起来 除了帅还是帅 我觉得它的cutting很好 而且现在也是春夏了 所以我觉得白衬衫被黑裤子 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比较跳一点 然后整体来说我都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它是往再年轻一点点的方向再走 那应该渐渐大家可以接受 同时最受瞩目 身为此次品牌代言人的胡雨薇 对于过去西装不合身 老气颜色等印象 在这次代言接触后 更是彻底改观 这次代言的惊奇非常荣幸 由当Mr.Carnival 因为觉得这次的 就是从我这边的量身打造 重新量身打造 觉得还蛮荣幸的 而且这次的风格 跟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有管道 也有管道年轻的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很多很适合 很多Tuxedo 很多衣服都很适合 年龄 什么年龄都可以 著名瑞士钟表品牌 线上巨波系列 玫瑰金双色女表 让天下至爱母亲们 备受尊荣宠爱表款 以玫瑰金及不锈钢材质打造 采用珍珠母背面盘 点缀12颗璀璨的钻石石标 考究的细节完美全是母爱的细腻文情 活动当天 邀请到以阳光形象受人喜爱的 Janet展演优雅表款 当天一身运动装扮 搭配太阳眼镜现身的她满脸笑意 同时厂商也精心为Janet准备表款献给妈妈 感人的惊喜让妈妈喜出望外 母子怜心的Janet看到妈妈喜极而起 也跟着感动掉下泪来 其实今天我今天刚好带的这个款式 也是为了母亲姐那样推出的 然后刚好有这个活动就是你买这个表 然后又可以送一个太阳眼镜 然后本来这个桥栋就是因为妈妈刚好来到台湾 她很难的可以回到台湾去找我 然后就是这个桥栋是刚刚 既然她都在来的话 然后她就跟我一起上台 然后我就送她这个太阳眼镜 我没有想到Erika 因为今天刚好认识我妈妈 然后她就上来 然后就真的是说 那太阳眼镜不够 所以她就真的是亲手 就这样子送我妈妈一个表 然后我妈妈也是想 我也想到 我觉得我看 我看妈妈这样子这么感动到哭的时候 我自己也忍不住 就真的是会哭出来 因为我妈妈其实真的是 算是很简单的一个人 然后就看她这么感动 而且其实我自己也是感动到了 因为其实Long Hing 她的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雅 连我自己都可能会舍不得 就是这样子去戴上去 会觉得太漂亮了 所以我知道我妈妈会非常非常珍惜 然后我看到妈妈这么开心 我也就是开心 我觉得这个是 我也可以拿到的最棒的礼物 就是让妈妈开心 好 当天Janet另有重责大任 与台湾区品牌副总 共同颁发给 辅于明日之心 选拔赛夺冠的选手 年仅12岁的台英会写 葛兰乔娜 力压群词以五战全胜的完美战绩 将代表台湾前往法国 与各国好手切磋 台湾区品牌副总经理Erika 亲自制资台湾法国来回机票 鼓励选手 其免她全力以赴 我们很难得这一次呢 终于在台湾地区 选拔出一个身材非常魁梧的女生 非常的开心 因为每年我们选出去的小朋友 其实球技都很好 可是都是 我们都是比较吃亏的就是 因为我们亚洲人身材比较矮小 比较瘦 所以常常在这个 很多很重力的球上面呢 就没有办法打赢欧洲的选手 那我们这次呢 对于Joanna我们寄予厚望 我们也看过她跟杨中华过球 我们真的对她寄予厚望 所以呢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她身上 希望她可以为台湾争光 然后也可以把那个每年六千块 美金的奖学金带回台湾 一直到她二十岁为止 然后如果她想往职业迈进的话 浪行也会继续赞助她 深受到好莱坞名人喜爱 来自纽约的女装精品品牌 2014春夏系列 集合校园风格和甜美的少女韵味 为美国女孩自由率性的书卷气质 添上一抹浪漫 另外全新的度假系列 则威威道出一个寄宿学校女生 在英国郊区度过仲夏假期的故事 夏日主题贯穿整个系列 带来一系列的雅直设计 这个品牌是一个来自纽约的品牌 其实最初设计师会开始说这个品牌 其实是因为她自己想要找一件很适合她自己穿的 每天可以穿的裤子 但是因为片裙不着 所以她就自己设计了一条很好看的长裤 也因为这样子开始了这个品牌的起源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店里面看到很多长裤短裤的设计 除了长裤短裤之外 后来也开始出了很多 譬如说上下半身分开的衣服或者是洋装 那像今年春夏我们可以看到店里面有很多花纹的print 除了花纹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像这样子几何图案的衣服 或者是像Matican身上穿的这样子的长裙 都是今年主要的key look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竹叶的print 那竹叶的print的部分因为也是主要的一个pattern 所以在衣服的款式上有裤子 然后有drum suit 然后还有外套等等 另外呢其实这个品牌是一个很女性化很feminine的品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小洋装 譬如说在洋装上面我们会有在裙摆的部分 会有一些贝壳的花纹 然后去做一些不同规则的处理 让女生看起来可以很浪漫性感 然后在洋装的背后 有的时候会做T型的设计的裸背 或者是整个大蛙背 所以前面看起来虽然很简单 可是后面却是有小小的点缀 开幕活动当天 国民天后林依晨 以一席甜美可爱的水蓝色刺绣 常礼服献身 身材娇小的她 分享了自己的穿衣小秘诀 穿出腰线修出双腿 视觉比例上自然就会有修长的感觉 今天的这一套算是可以在正式的 比如说酒会啊 或者是比较盛大的场合出席的厂礼服 那带有一点华丽复古的味道 那虽然说它是单衣颜色的 但是因为它是选择水蓝色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非常的清爽 然后一些做工非常精致的刺绣 也让这件礼服其实是大方 但是又不是典雅庄重 另外在配饰设计上 2014春夏系列推出全新包款 花卉手拿包 瓢唇万用包 鞋旅款式则包括肩头高跟鞋 鲍纹帆布鞋 多元的风格设计 让你随性搭配出属于自我的风格 她是夏宇桥眼中个性古怪的吴康仁 她是吴康仁口中很讨厌的夏宇桥 演出偶像剧《A咖的路》 片场的她们像对活宝默契十足 叹起二度合作的感觉 她们口是心非地说着反话 忍不住嘴痒的虎回对方 没有因为拍戏传输暧昧恋情 只有对彼此的相知相形 您说一下 您说一下 您看看 感谢观看